从今年开始,欧洲就跳得很高,不管是利用各种所谓的人权问题来指责中国,还是在其他各类议题上都一改之前的低调,开始用一种十分猖狂的姿势出现在对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在谈接下来的事情之前先下一个定调。 那就是,这些事件不是一起又一起孤立的事件,其中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而且从目前来看很可能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试探过程。 我们去看今天欧洲各种作死的行为,一定要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才能够看得出老欧洲对于我们的阴谋和算计。 欧洲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跳出来针对中国?原因有两个,第一,疫情结束之后的世界利益格局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再分配。 之前说过,真正危险的时候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这次疫情本质上已经相当于一次没有炮弹和硝烟的小型世界战争。 既然是战争,那就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虽然现在战争明显没有结束,但是谁胜谁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经一目了然。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整个西方在对抗疫情的时候,毫无疑问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这次的疫情充分暴露出了西方整个社会管理的低效无能和统治阶级对民众生命的漠视。 但是西方的统治者并不甘心承认他们的失败。 所以在疫情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猖狂地跳出来针对中国, 以图用转移话题和社会关注焦点的伎俩,让自己摆脱在民众中的失败形象。 为什么欧洲跳出来针对中国的动机比美国更加强烈也更加的直接呢? 很简单,欧洲在这次抗击疫情的失败并不仅仅主观地表现为 欧洲各国政府或者是整个欧盟的治理机构在欧洲民众心目中的失分。 其实它带来更直接的影响就是,东欧、中欧和南欧对于欧盟的离心力和不信任已经在与日俱增。 不管是疫情之初欧盟各国,不管是疫情之初欧盟各国内对于抗疫物资的相互抢夺, 还是疫苗出来之后,英法德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对于疫苗数量的分配不均, 都让像塞尔维亚或者是匈牙利这些边缘的欧洲国家对欧盟内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塞尔维亚直接大量地采用了中国的疫苗,匈牙利也是一样,大规模地采购和使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 往后疫情一旦结束,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像匈牙利或者塞尔维亚这些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他们会在经济和政治的层面更加紧密地选择和中国拥抱在一起,而不是欧盟。 这对于欧盟来说完全是一种盲词在辈,如梗在喉的感觉, 因为欧盟向来把这些东欧的地方视为自己的禁联, 欧盟东阔瞄准的就是这些国家,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 一下子让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拉近了, 那么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必然也将发生质的变化,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们和欧盟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加深,必然会愈发地浮上台面,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开端,因为欧洲人本质上就是一伙强盗, 强盗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强盗的眼里没有合作与共赢, 只有零和博弈,如果一块地方他们有能力去经营好, 那他宁愿毁了这块地方,他也不愿意别人去把这里弄得更好, 这就是强盗的逻辑,欧盟这次不管是在防疫物资, 还是在疫苗的分配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中国对这些东欧国家伸出的元首, 反过来就强烈的衬托了欧盟的无能, 这就成为了欧盟怨恨中国最直接的理由, 欧盟里面那些发达国家, 他们本质上并不在乎东欧国家里面的人们的生死, 他们所在乎的是自己能否去掌控东欧的支配权, 能否最大程度的鱼肉东欧国家的人民, 东欧经济不好,社会破败对欧盟来说才是好事, 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可以廉价的去消费东欧便宜的物资和便宜的人力, 永远的让东欧那些人低他们一等, 让东欧成为西欧的养老院和廉价妓院, 现在在中国的帮助下, 已经让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些原本落后的边缘国家, 在抗击疫情上反而做得比西欧更好, 接种率更高, 新增感染更少, 万一以后中国再拉他们一把, 让他们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发展情况实现了一个质的提升, 那对欧盟来说就会形成一个更加强烈的对比, 因为这意味着在欧盟所宣扬的价值观之外, 居然还有一种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发展道路能够比整个欧盟做得更好, 那么欧盟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 言构出来的价值观高地和道德高地就会倾刻间土崩瓦解, 整个欧洲内部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危机和价值观危机, 这对于现在的欧盟来说就是末日,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欧盟会如此激烈地跳出来指责中国, 甚至会在未来一段日子还会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抹黑的原因,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必须清晰认识到的是什么, 那就是如果我们中国想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那么我们注定是要跟那群腐朽的老欧洲在这个过程里去进行激烈的博弈,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带来的第二个重点是,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挑选的地方选的是新疆, 很多人往往只看到了一些所谓的人权因素, 其实这是非常浅层次的一种认知, 只看到这些人可以说是对整个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只停留在幼儿园层次, 欧盟那些鸡贼的人渣之所以选择新疆问题发难,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 为什么觉得我们这次一定要激烈地去应对这一事件, 就是因为在我看来, 这很可能只是一系列后续行为中的一个前兆试探, 这一次是所谓的棉花, 那下一次是什么, 如果这次可以是新疆的棉花, 那接下来是不是新疆生产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 再下一次是不是会是新疆产的其他工业制品, 和以后落地新疆的高端先进制造业所生产出来的相关产品呢, 我们绝不能够让欧洲的这次行为能够得逞, 我们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让他们相关的企业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因为他们表面上针对的是新疆, 实际上想遏制和打断的是新疆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重心的西疑, 之前谈到过中国经济重心未来一定会逐渐向西部转移, 当时说的是如果说过去的40多年是以自身的改革交换欧美对我们的开放, 那么新的深化改革新一轮开放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放开, 我们终于放开自己的手脚开始走向整个世界, 在我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样是支点, 一个能够辐射和影响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岛的支点, 另外一样是一个深厚的经济腹地, 在过去40年的体系里我们实质上是没有经济腹地的, 也不需要有,因为我们只是欧美经济体系的一个外延, 但我们自己如果要开始逐步主导世界经济的运行, 那么没有一个深厚的经济上的战略纵深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走到现在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西部的新一轮开发已经是必然水到渠成的事, 不管说不说都会去做, 而且之前我们面对的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 当我们去看人类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地带, 因为过去的数百年间, 一直是海权国家主导着世界运行的规则, 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 在海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港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资源和最容易聚集财富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上一轮的开放, 更多的是面向整个欧美发达国家, 那么下一轮的开放在我看来, 就是要去主动对接那些在上一轮的开放中, 没有得到重视的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那些非发达国家, 在海洋霸权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 一般什么国家会是非发达国家呢? 就是那些深居内陆, 或者是本国根本没有出海口的一些国家, 例如中亚,还有非洲内陆的很多国家, 如果我们摊开世界地图来看, 我们会发现, 在整个世界岛的新藏地区, 也就是我们的新疆南部地区, 实际上我们是缺乏一个能够辐射到整个中亚, 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 当我们想尝试去影响这些国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沿海城市包括各种海域, 是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些国家的, 我们要想让他们更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里面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打通, 或者说构建一个甚至是多个路上的支点, 而这些支点从地图上看, 它必然会落在西部, 这就是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 立足于这个新的阶段, 我们必然在西部建立一个能够在世界岛的心脏地区, 去重新辐射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中心, 很多人对新疆的距离和地理概念, 从来就没有一个十分直观的认识, 大部分人都觉得新疆只是一个在中国西部的省份, 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到过新疆的人并不知道, 新疆与内地的距离意味着什么, 新疆喀什到上海距离是多少, 5665公里, 5665公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喀什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距离, 几乎等同于它到欧洲东部的距离, 也就是说, 如果是建在新疆的工厂的产品通过陆运抵达欧洲的话, 运费比起从沿海出发, 货运成本能起码省掉一半, 如果我们利用新疆现有的各种优势, 包括丰富的资源和能源, 低廉的人力成本, 在未来打造出一个政治上更加稳定, 经济上更加繁荣, 文化上更具有影响力的新疆, 那么那时新疆的作用, 无异于相当于将整个中国的核心经济乃至文化影响力直接向西推进5000公里,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现在要提前去封堵这个情况的出现, 要一直盯着新疆来发难的原因, 新疆的真实情况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任何一个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 国外所谓对新疆情况的描述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但是又怎么样呢? 真相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他们需要的只是这么一个借口去提前封堵住新疆未来的经济发展, 去封堵他在未来可能的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崛起, 仅此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强烈建议不能仅仅从纺织品这些领域去下手, 我们应该从一个更为深层的角度来摸透欧洲人真实的意图, 摸透他们对我们的阴谋和算计, 我们对欧洲的反制绝对不能停留在所谓的对等制裁, 或者甚至说掉入一种舆论上的怪圈, 什么怪圈呢? 就是他挑起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就被迫跟着他的脚步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们很多宣传和舆论战线的同志, 难道真的那么天真的认为, 欧洲人他们只是想知道你究竟到底吃了多少碗凉粉吗?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也无法同这些强盗去自证清白, 我们证明了一个他就会造出另外一个, 欧洲强盗们的借口是无穷无尽的, 难道我们也要无穷无尽的被迫跟着下去吗?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打嘴仗是不明智的, 在我们尚未把世界的舆论的主要渠道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 很难将真相向全世界人民展示, 真正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层面, 给予到那些参与到反华行为企业主体足够的经济伤害, 在后疫情时代跟欧洲保持适度的脱钩, 对我国经济的成长是有利而无害的, 四年前白宫的一声炮响, 给世界人民送来的极右翼捣乱分子特朗普搅乱了世界, 也在某种条件下打破了中国人很多对于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 甚至可以说迫使中国在很多领域去进行更深入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在特朗普之后, 很欣慰地看到欧洲人要激过这面大旗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强化这个过程。 在这次新冠疫情未来一旦结束之后, 整个世界毫无疑问会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和复苏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 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核心的推动力量。 如果中国成为了后疫情时代, 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 那么谁离中国离得近, 谁就越快迈入复苏的脚步。 谁与中国经济的距离越远, 谁与中国经济的距离越远, 谁就越慢回血。 这几乎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定律。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今天的这些欧洲的企业和欧洲的政客联合一起作死, 让自己还没踏入后疫情的恢复, 便已经失去一个14亿人的市场。 对我们来说, 简直是一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从财务报表上看, 大量的欧洲企业不管是汽车行业还是服装行业, 实际上他们现在的盈利大头是由中国市场来贡献的。 对很多欧洲企业来说, 中国市场的利润已经达到了他们总利润的70%, 甚至90%以上。 如果失掉中国这个市场, 对他们来说就只有两个字, 死亡。 而这些作死的欧洲企业死掉之后, 他们的空间将会由我们自己本土的品牌来重新填补。 国内的大量企业将能够站在欧洲企业的尸体上, 撕咬下一大块肥肉。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中欧投资协定凉了也根本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基本盘是RCEP, 中欧投资协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根本无关紧要,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缺资本。 相反, 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是欧洲的资本一旦进来, 控制了我国这些企业, 它会在未来对我们的经济何种程度的伤害。 在这个时候, 欧洲主动脱钩, 对于我们来说, 实际上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欧洲的那些老僵尸根本认识不到, 是他们需要我们, 甚于我们需要他们, 而他们也将为自己的短视和愚蠢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除了要在经济层面, 给予这些欧洲企业沉重的打击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要看清他们对我们侵略新疆的恐惧。 在前面已经说过, 他们恐惧和害怕的, 我们将新疆重新打造成 中国经济版图里一个新的区域经济核心和经济发动机, 并用新疆来辐射整个中亚、西亚和东欧。 这是现在的欧盟所恐惧的, 而他们恐惧就说明我们做的是正确的。 他们越是抓住新疆不放, 我们越要在可预见的将来, 给予新疆更多更完善的发展措施, 鼓励更多的人到新疆去建设, 把新疆真正打造为一个可以辐射亚欧大陆的桥头堡, 将我们的经济实力以及影响力往西推进5000公里, 直抵整个亚欧大陆的新疆。